大家好 下面为大家演示这款食物床的安装方法 首先打开包装 检查里面 首先有床面一个 底板一块 腿四根 枕头一个 螺丝 还有扳手 首先螺丝 是我们事先是装在腿上面的 那么你要把它拆下来以后 这样放 底下放一个小弹簧 再放一个 垫片这样子 你先都准备好 都像这样准备好把螺丝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个腿 腿 腿是有前后来分 前后左右分的 靠那个洞 那个小洞看到没有 腿上面有个小洞 这个小洞朝内 对 要前后这样朝 那我们师傅给你演示一下怎么摆 来陈师傅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小洞 这个小洞要朝内 好你来摆一下 来把腿都摆起来 小洞要朝内 前后对着 这个小洞朝内 好的 来演示一下 你看一下 腿先都摆好 这个腿看到没有 这个腿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腿中间 洞没有那样摆 对不对 要把洞 对 这个洞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小洞 小齐来指一下 小洞在哪里 小洞 对 这个小洞是对着的 看到没有 陈师傅指一下 在这里 对 前后对着 前后对着 好的 来把螺丝 现在上螺丝 螺丝 主要实木床安装螺丝 是先拧进去一点 不要全部装紧 只需要卡住 只需要卡住 不需要全部拧紧 你先把四个角的螺丝都先装进去一点 来 都装上去了吗 看啊 是这样的 这里两颗 这一面两颗 这里两颗 螺丝都只需要先装一半 不需要全部装紧 看到没有 先装进去一点 因为它腿要活动 要能够活动 螺丝 来 这样装 好小亲 谢谢谢谢 下一个 直接下一个 螺丝装下一个 好了 这个腿也装好了 四个腿装好以后 好了 小亲这个腿装好了没有 好 好 好 来 装底板 四个腿装好以后 装底板 要等装 装 装一个火螺丝装上去 这个就卡住 卡一点就行了 先卡住 卡螺丝卡一点进去 好 装底板 四个腿装好以后 大家看底板 装底板 底板的方向 对 这样 这个朝上 这个朝上 然后装底板 底板这边 大家看啊 这里 用这个螺丝 螺丝固定到那个 是一些那个腿 上面的洞里面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里 拧上去 甚至都拧上去 底板是这样 OK 然后 然后再装这个螺丝 最后 最后啊 把螺丝都拧紧 拿那个扳手 最后 然后用扳手 把螺丝均匀的拧紧 左边拧几下 右边拧几下 因为实木床 它要均匀的拧紧 它就不会有 不会拉歪 对 这边拧紧 拧紧一下 在右边 右边拧紧一下 这边拧紧一下 均匀的把它拧紧啊 好了 和大家介绍完 实木床的安装视频 谢谢收看 再要不懂的 请联系客服